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北京市的長陽門站 那現在所在位置呢就是銀河SOHO 這個呢就是幾年前那時候大張旗鼓 然後鏡頭站一下在這邊 非常fancy喔 這些建築 很多建築上面都要晚上打燈 看起來很科技感 然後呢他現在也是訴求 都是新創公司進駐的一個新的地標 那幾年過後啊 確實我們現在來到 真的你看後面這邊沿路非常多的人 而且我們剛剛從地鐵站出來 很多的年輕人可以感受出來 他上面的那個辦公室的進駐 的比例是高的 而且很多都是年輕人的新創公司 那除此之外 你看一下他下面的銀售空間 真的 以個人來感覽的話 其實是蠻活潑的 你看中庭的一些戶外的公共空間 然後還有一些低樓層的一些零售商店喔 其實他的整個生活的這個設施啊 什麼的我覺得 經過幾年的下來運行下來 其實真的蠻活潑的 然後因此呢 我還記得以前啊 那如果說有這個機會 很多新創公司啊 都會很期待就是說 來到這邊辦公啊 辦公室如果放到這邊 就有點像是 放在信義計畫區的南山廣 或什麼之類的 那感覺就比較 他們叫做牛逼 那感覺就比較特別 或是比較高大上一點 那現在呢 確實也感受到在這邊 其實如果在這邊上班的話 要是年輕人啊 或什麼的話 其實真的是蠻不錯的 生活環境喔 好 我們往這邊走看看吧 火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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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 Zither Harp